少女从小没有体验被人爱过照顾过 于是将自己当成盼卖品卖出 结果竟以500万英镑被人拍下 最后发现买家艾利亚斯竟不是人类 并且要求自己嫁给她 原因因为会是一场虐心的主仆关系 谁知道少女志士却在和她的相处中渐渐地爱上了她 这种神奇的剧情变出自于2017年的魔法师的新娘 下期到了一等级威食的棉虫的棉毛都长长了 于是艾利亚斯和志士一起为他们修剪棉毛 这面毛可以成为做魔法道具的材料 虫龙抄回来的志士一直想找机会和艾利亚斯贪心 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修剪师有这一段机会使用雪虫攻击着志士 志士被其碰到后浑身冰冷 于是艾利亚斯抱着她供卵 艾利亚斯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志士在身边就会如此温暖 志士说是寂寞吧 知道这种感情叫寂寞的艾利亚斯 开心极了 感觉自己又学会了人类的志士 志士觉得这是个贪心的机会 可是艾利亚斯在得知的志士知道自己往事后 就着急地要消除她的这部分记忆 一时冲动了志士 一把报警的艾利亚斯说道 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我不想失去这段记忆 而且作为你的家人 我害怕的是被你抛弃 志士展开心扉后 并开心真正地努力学习魔法 一天夜晚 活着几千年的三百只眼突然造访 艾利亚斯作剧的他 用狐狸的毛皮把志士变成了狐狸 志士仿佛忘记的自我一样 享受成为狐狸的自由 可这份迷失却因为艾利亚斯的一句 没有志士会觉得冰冷且寂寞 志士顿时清醒过来 这天夜里 吸血鬼突然哭着跑来找志士 因为他深爱的加兰德快死了 加兰德身体衰竭 都是因为吸血鬼的预付 当时两人相爱 仅仅是因为一些原因 都互相看得对方一眼 就彼此爱得一发不可收拾 两人的爱情深深地感动了志士 志士决定违反规定 做药精药膏 让加兰德能够看见吸血鬼烈能 哪怕只有一眼 为了做这药膏 最后吸血鬼和加兰德终于见面了 加兰德温柔地想把自己送给他 感谢他的陪伴 并且承诺一定会去到他的身旁 在加兰德死后 吸血鬼决定一直在他的墙外园里等他 但是志士知道药膏 吸收了太多的魔力后 他当场吐血昏迷 于是艾利亚斯赶紧带着虚弱的志士 跟着精灵王奥波隆取得妖精国度 在那志士接受了一生侠龙的遗志 精灵女皇太太尼亚 请求艾利亚斯和志士居住在妖精王国 他认为志士只有放弃人类的身份才能活下去 可是艾利亚斯在妖精王国总是不被待见 妖精本都讨访他为半吊子 一直以来 接受艾利亚斯的都是人类 所以他希望志士作为人类活下去 谁知志士因为没有什么生存意志 伤口无法痊愈 于是夏龙故意在治疗水池里想要掐死志士 冰死的那一刻 志士想到自己人生还有艾利亚斯 而不容易就这样死去才进行反抗 志士接受治疗时 人类世界经过了几个季节 在家等候的仆人尹志军变得寂寞起来 以前他一属的家庭断后了 他在废墟那每天一类洗面 真的很想再跟大家在一起的他 最终得到守护者的指引 来到了现在这座房子 成为了艾利亚斯的仆人 志士也已经成为了他的家人 在志士康复回来 尹志军就开心地保住了他 很快生亂节要到了 艾利斯不知道要送什么礼物给师傅列德 于是便找到志士帮忙 两人之前虽然是处于敌对 但是现在也不想遗忘 所以志士也顺便一起买礼物去了 因为买礼物两人成为了好友 艾利斯也说了自己的成亲 小时候被父母逼着吃毒品 当时逼着他去卖毒品 在一个下雨天 被列德从垃圾堆里捡了回去 刚开始艾利斯不心等他 直到一次列德为了保护他的手上是 艾利斯才开始认真守护列德 这个情况跟志士有些相似 唯一区别的就是志士从一开始 就无条件地相信艾利亚斯 之后志士回到家 把项链送给了艾利亚斯 艾利亚斯则亲手做了过小熊送一志士 志士第一次感受到了过圣诞节的喜悦 圣诞节之天 志士碰到到处找弟弟伊桑的女孩斯达拉 因为斯达拉和弟弟吵架 弟弟生气出走 结果弟弟不见了 所有人也都不记得伊桑 志士和艾利亚斯帮他找到 被藏白之眼抱着的伊桑 结果因为斯达拉说了让弟弟消失之类的话 于是藏白之眼说伊桑已经不是他的弟弟了 藏白之眼算作主张地 把伊桑和艾利亚斯转移到山丘的某个地方 当志士和斯达拉去找 找到了就可以逮捕伊桑 斯达拉已经逐渐记不住伊桑的名字了 他很害怕 志士坚信自己和艾利亚斯的羁伴 于是他倾靠气味竟然真的找到了艾利亚斯 伊桑和斯达拉虽然记不住对方的名字 但是两者之间的羁伴全让他们四层相识 藏白之眼看到这一幕后 特别开心地离开了 第二天 斯达拉去志士将导谢 这是他第一次找到的朋友 结果艾利亚斯听到他们的谈话 十分的嫉妒 无法冷静了他 直接跑出了家门 不放心的志士一路追赶 结果被艾利亚斯拉到一个巢穴里 随后轻轻地抱住了他 这一抱 差点要了志士的命 因为艾利亚斯根本就没打算放手 在艾利亚斯放手后 志士就像慈母一样安慰生气了艾利亚斯 敢过要帮忙的陆兹 不禁感慨 明明志士就像父母一样的 现在却变得像母子一样 回去的单位 因为志士给艾利亚斯唱了摇篮曲 结果艾利亚斯睡着后 就一直没有醒来 没办法的志士 从摩阿士安吉利卡纳拿到妖方 艾利亚斯吃完后 瞬间就醒了 结果 志士因为自己魔力消耗 而昏倒 志士在梦里梦见了轮动的卡塔菲尔斯 他痛苦又迫切地想要得到救赎 因为不死不灭的缘故 他也不知道自己活了多久 反正 他真的很痛苦 正好在现实中的龙巢 有两条幼龙被卡塔菲尔斯偷裂 于是与龙之国是友好关系的 列德他们请求艾利亚斯帮忙 志士猜测幼龙会被拍卖 过来幼龙被当成了拍卖品 志士他们都到了拍卖会上 幼龙在卡塔菲尔斯那 接受了残忍的实验 现在 他只剩下恐惧 烈恶 等幼龙争夺了束缚 瞬间 被划成大龙 到处喷火 志士完全地感受到了他的情绪 恶泪流不止 要想阻止他 就得依靠志士的特殊体质 去吸收他的魔力 于是艾利亚斯带了他 到幼龙的背上 幼龙想回家 瘟狂争夺地飞到了空中 还把艾利亚斯给喷飞了 最终 志士冒着生命危险 吸收了他的魔力 虽然救了幼龙 但是 志士收到了龙之血的诅咒 龙之血蝕食 志士的身体和生命 活不了多久了 志士对自己做的事情 并不后悔 对生死也很乐观 可是艾利亚斯却很生气地 不想被他丢下 最终两人说好 一起寻找继续生活下去的办法 结果一位魔女 玛利亚斯突然找到志士 他说如果志士肯当魔女 也许会有救她的办法 回了后面 志士和艾利亚斯 参加了魔女的误会 飘利亚斯是误会的祭司 可是飘利亚斯开口说 他们没有解除龙之血诅咒的办法 原来玛利亚尔本来想解除 志士龙族之力 就连迈僵死了飘利亚斯 飘利亚斯却拒绝了 他这样的身体 都是曾经救过人的证明了 所以他很满足 生死看淡 离开时 玛利亚要告诉埃利亚斯 出志士的办法 就是以命换命 于是埃利亚斯第一次 有了非做不可的事情 一改之前呆呆的模样 开始认真的做事 计划者要把志士手上的诅咒 转移到斯塔拉的身上 结果卡达菲尔斯识破了埃利亚斯的计划 他变成了斯塔拉 把真相告诉了志士 而且埃利亚斯选择斯塔拉 是因为嫉妒 志士在面对她 是有不一样的表情 志士对埃利亚斯很失望 打了她之后 便去追斯塔拉 这时卡达菲尔斯两名的身份 以救她为条件做了个交易 志士同意的 卡达菲尔斯想要志士 受诅咒的手臂 然后把自己永生之咒 转移给志士 首先 恶人交换了一只眼睛 先实验一下 随后 志士睡了过去 在梦里 他看见了小时候和家人相处的画面 那时候一家人都能看见妖精和怪异 大家都很快乐地生活着 可有一天 志士的爸爸带的弟弟弟 立家族走后 妈妈就只好出去打工 一直被妖精怪异撒老的妈妈 日渐消瘦 志士也差一点被怪异咬去一条手臂 最后 精神崩溃的妈妈 在要查出自知之后 跳楼 自尽了 现在虽然志士没有爸爸原谅妈妈 但也是因为妈妈没有杀了他 他就能碰见这么多的朋友 还有最重要的是遇见了爱丽亚斯 志士已经能够摆脱妈妈的阴影 重新 起航了 卡达菲尔斯体验的永生之物 正在和志士融合 志士 来到卡达菲尔斯的回忆里 袁瑟夫是守末人的孩子 因为他会魔法和死人对话 一见约瑟夫救了被埋在土里 隐隐一息的卡达菲尔斯 卡达菲尔斯是用向神之志 弄石头而受到诅咒的人 约瑟夫十分认真地救治他 同时被村民欺负着 有一天压抑刺激的约瑟夫和卡达菲尔斯合体 想要共同去寻找救赎 但是合体之后 他们共同承受着身体带来的痛苦 而被志士抛击了爱丽亚斯 痛苦地劈头三发地到处寻找 明明他的太坦尼亚 出手相助 帮他寻找志士 在卡达菲尔斯要死掉志士的手臂时 爱丽亚斯他们赶来了 卡达菲尔斯曾经在何时 才能够得到救赎的巨大痛苦深渊中逃走了 志士追上了他 想要揍他一顿 结果发现三白之眼和卡达菲尔斯是同伙 爱丽亚斯及时出现旧的志士 爱丽亚斯打退了成白之眼 志士在他的帮助之下 保住了孤独痛苦的卡达菲尔斯 志士用自己摇篮曲 让卡达菲尔斯睡着 志士体验的永生之物 喉嚨之血的诅咒达到了平衡 志士暂时不会死的 他也给了卡达菲尔斯一个温暖的小窝 痛苦被理解的卡达菲尔斯也不再捣乱了 这件事结束后 爱丽亚斯对自己有多在乎 志士也已经能够完全地体会到了 所以斯达拉也在这件事后 送了婚纱给志士 埃基里卡斯送了婚纱头巾给他 送了婚纱的志士 送了各个和自己戒指一样的戒指给爱丽亚斯 爱丽亚斯承诺 以后不会再作当志士生起了试镜 但是也许会因为志士再次变成怪物 志士不建议 他希望能一直走下去 爱丽亚斯报的志士回答 那当然了 你可是我的新娘 拼命魔法式的新娘 从少女被500万英镑拍下后 很多人就在认为又是一部治愈犯 但看完后却能感受到出奇的温柔 男主女主的情感描述是故事的核心 从各种支线穿插来提升这部作品的细节 从人脸和妖怪能不能有爱 在大王不死不灭到底是否幸福 还有一眼相见几时永恒等等 这部剧不单纯是一个爱情番 因为不管吃线还是主线 都意外地让人感到温柔 这个番剧的世界观很大 但是人物过多则是这部作品的诟病 很多脸盲连时代看这部作品可能会头晕晕的 不过只要仔细系好人物 其实真的会被这部作品彻底震撼 这些人能有如此清新不作作的番剧 实在太少了 像西方喜欢世界观和人世风格浓烈 真的特别完美 但是看完最后一集后 我真的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志士将自己当中拍片 为什么总有一种爱丽亚斯最后得到的不止之人 似乎那五百万英镑 是不是扣掉手续费 还能得到的歧视感 你品 你细品 我是少年 一位迷人又可爱的 就今天男孩 如果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赞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评论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